社恐少女第一次遇见自己的白月光 是在机场凌晨的一个雨夜 这男人不爱说话 来接他不仅迟到了大半小时不说 还直接躺起他的行李就走了 他被吓得站在车边瑟瑟发抖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他给这男人递上了雨伞 不料这男人竟拒绝了他的好意披上了冬梦 好吧 就当他是自作多情了 而就在一小时前 社恐云林才刚刚抵达这座城市 作为知名视频UP 他受邀来了一家名叫EAW的电体MV2设施 由于航班延迟了三小时错过了正常的接机时间 他便请求对方重新安排人过来 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还告诉他师父已经来了 可他在这里等了一小时也没见到人 而且还一直联系不上对方 这让他心里有些窝火 刚在聊天旷码了一串字想发泄 但想了想又算了 这样感觉自己好凶 这时一个少年突然凑到了他身边来跟他打招呼 问他是在这旅游的还是什么 他立刻警惕了起来 以为这少年是附近酒店派来拉客的 便直接拒绝说自己现在在等人 不打算住酒店 少年迟疑了半秒才意识到被误会 于是便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要个他的微信而已 这下他才恍然大悟 因为刚刚已经有好几个人过来 都是问他要不要吃饭住 条件反射他就以为少年也是 这时少年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拿出了手机 再次询问可不可以加他微信 无奈下他只好加了 没想到对方的微信名竟叫偷闲把整容宿 还说不是拉客的 少年则笑着向他介绍说自己名叫傅政初 有空的话以后可以约着出来玩 不然傅政初又朝他打看 问他是要去那个叫EAW的VR体验馆 他奇怪 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看来有鬼 于是便趁着傅政初转头思考的片刻准备偷偷溜走 可还没走两步居然就被傅政初注意到了 傅政初在他身后大声解释 说自己不是坏人 就是刚才扫他二维码时不小心贴见了他的对话框 这个体验馆又是开在自己学校附订的 就猜了一下 可他却实在不想跟这射牛少年继续对话 于是他便借口说来接自己的人已经到了 先走了 而傅政初真就信了 还大声告诉他那家EAW是自己哥哥开的 有机会一起玩呀 但这话他可不信 还说什么哥哥开的 怎么不干脆吹是弃自己开的呢 恰好这时 EAW那边的工作人员终于发来了信息 告诉他师傅人现在就在机场附近 而且还对他表达了强烈的歉意 不过他一向好说话 总之回了就行 而不一会儿 路边就突然射过来两道强烈的灯光 来接他的车总算是来了 随后车上就下来了个穿着一身黑的男人 而且二话不说便接过了他的行李塞进了后备厢 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雨天的月亮 这男人的神色透露着疏离 发丝和眼睫沾着水珠 在后背相碰的一身关上时 他才猛然回神 随即便把手中的雨伞往男人身边递了地 雨还挺大的 遮 遮一下吧 男人的毛子看向他 他的视线却害羞地偏向了另一边 没想到这男人竟拒绝了他的伞披上了自己的东梦 不用 我有这个 他是一个时机设恐少女 没想到竟天天遇上了一个不爱说话的男人 而且他还坐上了这男人的福甲 妈爷 以前他上出租车时都是坐在后面装死的 顶多在快下车时问一句价格 现在坐在一个陌生人的福甲毫不自在 可不说话又尴尬 于是他只好鼓足勇气开口道 不好意思 麻烦您过来接我了 结果 这男人竟只是嗡了一声 问要送他到哪 他紧张地回到说阳经酒店 男人就又嗡了一声 简直吸字如今 他服了 今晚遇到的两个人竟是两个极端 一个热情似火 一个过分冷淡 不过 却都长得挺好看 突然男人的毛子瞥了过来 把他吓得浑身一机灵 原来只是到地方了 害他还以为被识破了什么 随后 男人便帮他把行李拎到了台阶上 他刚感谢完 男人居然就已经转身走了 他盯着这男人的背影 静鬼使神拆地跟上来问了一个 那 那个 男人停下了脚步回头 他便迅速将雨伞递了过去 雨应该没那么快停 我明天会去AW 你到时候放在前台 我去拿就好了 可男人却纹丝不动 他只好将雨伞直接放在了车上 随即便拉着行李箱慌慌张张地往一走 等进了酒店后 他才敢回头看 原本放伞的位置空荡荡 看来雨伞是已经被拿走了 很快 他便来到房间躺进了舒适柔软的大床上 回想刚才那个男人 其实单论长相 他还是挺喜欢这种类型的 渐渐地 他坠入了梦乡 没想到在梦中 他又一次遇见了刚才送他的那个男人 这男人站在车边跟他说道 可他记得先前不是说去酒店了吗 这是什么地方 突然一阵尖锐的笑声响起 之前他在机场遇到的少年附正初 竟已出现在了这里 还指着他大笑 哈哈哈哈 在机场的时候你那么防备我 现在不也被拐来了 告诉你 这男人可是我们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有 这可把他吓坏了 见着男人的眼神确实熊 他赶紧转身就跑 不料这时 一把雨伞进刺穿了他的心脏 而下一秒 他便从梦中惊醒 正跟闺蜜悄悄吐槽 没想到竟被吐槽对象当场抓包 这实在是太尴尬了 有没有低洞可以让他钻一下呀 原来是云林夜晚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被一把伞给捅穿了 而且这把伞 还是他当初主动借给别人的 而下一秒 他便从梦中惊醒 一看天色已经大亮 他便赶紧收拾收拾来到了 EAW虚拟现实体验店 没想到只是试营业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 他作为被邀请来的知名视频up 今天当然也是有任务要完成的 只是没想到 他刚一打开手机 就传来了电量不足的提醒 糟糕 他昨晚忘记充电了 于是他便问在场的工作人员 借充电器 随后工作人员 就把他带到了休息室内 这休息室还蛮大的 桌上每个位置 都有可以充电的插座 他谢过了工作人员 随即便坐在桌边充起了电 恰巧闺蜜在这时 给他发来的消息 问他到地方了 咋样啊 他则跟闺蜜感慨说 自己昨晚差点死了 结果下一秒 闺蜜就给他打来了视频电话 问他什么情况 什么叫差点死了 他赶紧澄清 说只是自己昨晚做了个梦了 梦到自己被一把伞捅了都对穿 而且那把伞 还是自己主动借给那个人的 闺蜜听后吓了一跳 吃惊到怎么伞还能捅死人 不过他这梦确实都会起的 借出去的伞还成夺命刀了 还是赶紧把伞拿回来吧 不然这凶器被凶手 拿在手里总不太踏实 而闺蜜嘴里的这个凶手 当然就是昨晚 送他回酒店的那个男人 在电话挂断后 他也觉得闺蜜说的有些道理 还是尽快把伞拿回来吧 记得昨天 他让那男人 把伞放在EAW的前台 也不知道现在放没放过来 突然一旁的沙发 竟传来了正兮兮苏苏的声音 他起身看去 没想到 竟在这里看见了 昨晚送他回酒店的那个男人 他顿时心虚 心想自己刚才与闺蜜的对话 该不会都被听到了吧 果然下一秒 这男人就睁开了眼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两秒 突然男人起身 把伞推了出来还给了他 他尴尬地说了声谢谢 拿上伞后便打算迅速溜走 没想到这时 男人竟在背后突然对他开口道 你这是折叠伞 没法杀人 执柄的还有可能 他浑身一僵 呆呆地向后看去 兴许是太紧张了 他竟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那执柄的 大概要买什么样的才能杀人 男人一愣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好像说错话 于是便赶紧改口 我的意思是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以后避着买 他是一个时机设口少女 却偏偏有着满机吐槽熟悉 男人说他的折叠伞没法杀人 执柄的还有可能 他竟下意识地问 那执柄的 大概要买什么样的才能杀人 男人一瞪 他才慌忙改口 我的意思是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以后避着买 结果男人进回 你买什么的都一样 力气不够 于是他便十分客气地感谢了举 多谢指教 现在想来 刚刚的对话确实过于惊悚了 不过现在 他得开始干活了 可这时 VR体验店的工作人员竟兴奋地叫住了他 告诉他老板马上要过来了 他疑惑 心想打工人看到老板难道这么开心的吗 直到一群人开始围了过来 听到大家在夸赞这AW的老板帅气有多精 这才明白工作人员先前听到老板要来时 为什么会这么兴奋 哪怕他们口中这帅气有多精的老板是戴着口罩出现的 但他见了这老板去一脸尴尬 没想到 这家店的老板竟是他先前刚打过账面的那个男人 哎呀 他还是尽量离人点吧 免得被发现 很快 他便在一处VR设施旁架好的拍摄设备 但他却不知道怎么体验这设备 可没想到路过他的工作人员 竟是这个令他尴尬的老板和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 男人介绍说自己名叫徐青松 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他尴尬地指了指旁边的设备 说自己想试一下这个小子 结果徐青松竟直接派出了老板来伺候他 当然老板本人也有些懵 但还是听话地拿起了件安全服走到了他跟前 脚穿进黑色的圈里 他紧张极了 因为这男人离他很近 但还是乖巧地穿上了安全服 坐在了一个类似秋千的东西上 老板则在帮他仔细检查装备 看上去还是蛮专业的 应该是培训过 可下一秒 就听到徐青松对老板夸赞了句 不错 第一次上手就游刃有余了 什么 第一次上手 没培训过吗 他急了 你之前没给别人绑过吗 嗯 那你上班前有培训吗 什么培训 就比如 这个安全绳要怎么绑才最安全 没有 那安全绳没绑好会被甩出去吗 我不清楚 你想试试吗 这是傅时泽头一次发现云丽的左耳 可能听不见的秘密 但却被云丽用借口巧妙地掩饰了过去 这日 是VR体验馆市营业的日子 傅时泽帮云丽穿戴好设备后 就准备让其开始体验了 他告诉云丽 一会儿若害怕的话 就抓住这个杆子 云丽听话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便让其自己调整一下 VR眼镜的松紧 可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后 云丽又说VR的画面有点糊 于是他便又走了过来调整了一点 这下终于算是好了 现在高空VR体验开始 云丽看到面前突然冒出了个小人在张嘴说话 可他却完全听不到声音 下一秒 他就感觉自己置身于高空中了 这种感觉很奇妙 对于他这种每次去游乐园都想试试高空项目 但临到关头又没勇气上去的人来说 十分不可思议 虽然VR游戏是虚拟的 但也好刺激 一场体验结束后 傅时泽将他的安全扣剪了下来 他一下设备就对傅时泽说了声谢谢 随后又提出了一个刚才体验时的疑惑 这游戏是没有声音吗 我看到有NPC张嘴了 但却没听到声音 傅时泽听后立刻戴上VR眼镜检查了一下 发现声音是有的 不过右耳道好像坏了 问他之前难道什么都没听见吗 他突然有些无措 因为若眼睛的右耳道坏了 那就只有左耳道有声音 可他的左耳 天生就听不见任何声音 为了不被发现 他便借口说是自己当当太紧张了 没听清 傅时泽看着他若有所思 很快是营业的体验时间就要结束了 主办方表示 一会儿请大家一起去吃顿饭 也算经地主之意 其实云黎并不是很想去 毕竟他不善社交是个社口 但却完全抵不住主办方这热情且真挚的邀请 没办法 他只好硬着头皮一起来了饭店 虽然大家聊得热火朝天 他却只想找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 果然他还是不习惯这种场合 更不习惯在两个十分箭谈的人中间坐传声筒 这时老板们来了 徐清送友好的跟大家打招呼 见云黎拘谨地坐在位置上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让云黎身边的人跟傅士泽换个位置 这下云黎更尴尬了 怎么他突然就和这男的坐到一起了呢 社恐少女居然和一个话剧少的高冷帅哥坐同桌 他纠结了整整三十分钟在想要不要去打声招呼 结果下一秒大家竟突然围了拐 原来是他身旁的帅哥要摘口罩 他记得自己前几次见这帅哥时 不是光线不佳就是角度偏差看不清 要么就是没认真看 现在近距离看 这人长得确实好看 五官立体还带着些混血感 但他总觉得这张脸有些面数 好像在哪见过 难道这帅哥除了这里的工作外还兼职了研制博主吗 而很快菜变上齐了 云黎留着哈喇子 想着吃完大餐就可以回家了 没想到这时竟有人提议第二场去唱歌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难道吃完饭不应该是个回个家个找个妈妈 突然又有人提议大家一起来玩传声筒的游戏 两桌人分两组传题 每个人顺着上一个人的话往下一个人耳边附数 云黎想退出 因为他左耳听不见的原因不方便玩这游戏 可还没等他拒绝呢 游戏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话很快就传到了他身旁的帅哥身边 他竖起耳朵尝试偷听 可还是什么都听不见 正当他一筹莫展示 身旁的帅哥竟对他说让他靠过来点 而且视线还一直盯着他右耳看 他害怕这帅哥莫不是发现了什么辩论的原因 可帅哥却以为他是没听清刚才的话 便自己凑了上来 随后就在他右耳边念了川波罗伦 他傻眼了 这是什么东西 虽然他听清楚了 但念佛经是什么意思 随后他便将话传给了下一个人 果然下一个人也听得一头雾水 而在传完话后 他便愣愣地看向身旁这帅哥 心想对方难道是已经知道自己左耳听不见的秘密了 于是在游戏结束后 他便主动叫住了这男人 那个 你刚刚叫我靠近 难道是 这恐少女想问帅哥为什么知道自己左耳听不见的秘密 但却因为太紧张 话到嘴边半天说不出口 结果就变成了问帅哥刚刚为什么让自己靠近点 帅哥也很坦诚地回答了他 因为游戏规定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 好吧 尴尬下他借口去上了个洗手间 突然有工作人员问他耳朵怎么这么红 而且只有右边红 好神奇 难不成 是刚刚那个帅哥传话里他太近了吗 他赶忙摆手 工作人员却自顾自地歪歪了起来 说那帅哥虽然看上去跟做冰山似的 话没两句 没想到金会主动聊妹 他赶紧转移话题 问工作人员之前难道没见过这个男生吗 工作人员摇摇头 说自己之前一直在总部上班 这个帅哥好像是老板的朋友 前几天刚过来帮忙的 之后也会在EAW继续工作 也不知道这种关系户进来后会不会好好工作 而且这帅哥看着挺难相处的 可云黎却觉得没有吧 兴许人家只是单纯的不爱说话而已 工作人员听后吃了一惊 随后 云黎才终于结束了聚会回到了酒店房间 果然社交什么的很累啊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着去 但一想到之前那帅哥靠自己那么近的一面 他的心就不免有些小路乱撞 次日 他跟之前邀请他来的EAW电源发消息 表示自己还会在这个城市待有 随后便接通了弟弟打来的电话 弟弟质问他都年纪一大把了又不幼稚 跟爸妈吵个架就离家出走 但他可不吃这套鸡酱粉 说只要弟弟不说 谁知道自己是不是离家出走 而且自己都已经二十几个 又不是吃磕糖 还有父母同意的三岁小孩 以前就不让自己去外地读大学 现在都已经读研了 居然还这样 他偶然遇见了少年 居然是自己多年前的白月光 只是少年不似当年那样爱笑 总是满脸阴郁 像是心里藏了不少事 而在刚刚 云里挂断了弟弟的电话后 便打算开始剪辑昨天体验馆的视频 毕竟现在离开学还有大半月 自己若一直在酒店住着的话 肯定不是办法 得租个房子 所以趁现在有时间 赶紧把视频剪了吧 他仔细翻看着昨天拍摄下来的素材 突然有一段 是工作人员请求昨天那帅哥帮忙 佩戴VR设备的交流视频 帅哥拒绝了帮工作人员的忙 可却在后来耐心地帮了他佩戴设备 他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一段小插曲 怪不得他和工作人员对话时 对方会担心像帅哥这样的关系 或不会好好工作 这次体验馆恰好给他发来的 昨天他试完项目的对应视频 他打开文件夹 居然又发现了一段小插曲 这个视频应该是开业田 帅哥调试设备时不小心录到的 他总觉得这个片段好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 甚至连帅哥的脸他也觉得很眼熟 难道说 他迅速在搜索框输入了一段字 点开后 是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夺冠的体 果然在夺冠的英国足夷 他找到了这个帅哥 最早这个视频是被发在驿站的交流天 后来被搬运到视频区小伙的衣服 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还被人发现是跳级上了大学 参加比赛的时候才15岁 而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刚上高一 也是15岁 这促使初中三年都成绩平平的他 居然意外压线考上了本事最好的高中 那时的他内向寡言 虽然努力却能力有限 被同班同学的优秀压得喘不过气 而那个少年 就是在这时候入了镜 成为了他少年时短暂崇拜敬仰国 且迫切想成为的存在 南无是08年理科高考状元 傅时则 他是女孩高中时的暗恋对象 没想到多年后居然还能再次相遇 不过女孩却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因为曾经的他耀眼睹目 现在却明显有些孤僻且不可取 也不知道这么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日 云林约了自己的好闺蜜邓出奇出来在餐厅吃饭 他想在这个城市租个房子 刚巧在这工作的邓出奇可以帮他参谋参谋 聊着聊着 他们聊到了VR体验馆的事 突然云林想想起了什么事的 问邓出奇还记得他们高中那会儿 有个在一站小火锅的视频吗 就是那个什么人间月亮 邓出奇想起来了 是那个西富科大的天才对吧 你崇拜了七年的校草 还把人家照片贴墙上诚心供奉的傅士泽 不过你怎么突然提起傅士泽了 都好多年没有消息了 云林成了沉谋 我昨天在VR体验馆好像见到他了 邓出奇听后一脸激动 真假的 不会也是做自媒体活动去的吧 以他那张脸要是做自媒体的话 应该早就大红大爪 云林摇摇头 不是自媒体 应该是里面的工作人员 但他和我印象里的差别有点大 因为曾经的傅士泽总是耀眼多梦 可与他的这几次见面 却明显有些孤僻且不合去 像是月亮的光芒蒙了层灰 与黑夜融为了一体 邓出奇听后想了想 会不会是你认错了 说不定那个工作人员 只是长得像傅士泽而已 云林叹了口气 可能是吧 突然邓出奇一脸八卦地凑了上来 李李 你该不会还喜欢 阿布 崇拜他吧 云林一正 赶紧转移话题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而几天后 云林就已经找好房子再搬家了 这晚他突然想吃炒粉肝 但因为闺蜜邓出奇加班 他便一个人出来觅食 上次来吃还是傅士那会儿 他从学校过来走的正街 但这次他却因为途径走的小巷 没想到竟在半路 被几个喝醉的混混为主 小妹妹 一个人呀 要不留下一起吃个宵夜呗 云林警惕地后退一步 能让一下吗 我朋友在前面等我 可小混混却不依不饶 行啊 我让你过去 不过等会儿 你和你的朋友得一起过来 行不行啊妹妹 云林假装答应 随即慌慌张张地快步离去 可没想到居然在前方 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他曾在VR体验店 遇见的话很少的少年 这次小混混在他身后催促 怎么还不去找朋友呢 他被吓得浑身哆嗦 情急之下他向前方喊了声 傅石泽 少年顿时他眼看了过来 他第一次走小路 居然就碰上了最久的混混 蓝猫想跟他多聊聊 他却只想逃跑 没想到在不远处 他看到了自己曾经暗恋的男神傅石泽 于是他下意识地叫了声名字 傅石泽 果然对方回过了头来 他本以为这下自己可以放心了 没想到傅石泽竟回避了他的目光 他顿时又紧张了起来 蓝猫见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朝他伸出手 他只好继续向傅石泽投去求助的表情 好在傅石泽还是看了过来 伸手朝他勾了勾手指 他见后急忙跑了过去 没想到身后的蓝猫也跟了上来对傅石泽问道 哥 这女人你认识啊 他顿时一将 心想傅石泽难道是认识这些混混吗 该不会是什么犯罪团伙的头目吧 这是傅石泽对蓝猫回应的 你们干嘛呢 蓝猫指了指他 我就让他去陪我吃个宵夜 啥也没干啊 傅石泽将目光投向他 你愿意去吗 他疯狂摇头 蓝猫写着不愿意 傅石泽跟混混吩咐道 他不想去 你吓着人了 过去道个歉 蓝猫被命令后感到不爽 抡起拳头想要干假 结果傅石泽脸色一沉 蓝猫就被吓到差点要哭 我道歉就道歉 随后便以一种十分含糊且快速的方式 对于妮说了终 道意思啊 傅石泽不满 让混混好好说话 道个歉有什么不好意思 蓝猫无奈深吸一口气 对不起 我这块脑子都太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 你别往心里去 云狸听后乱乱的轻恩了一声 内心还有些瘀悸 紧接着另一个混混就走了上来 把醉酒的蓝猫带走 带混混们走后 云狸便跟傅石泽到了生气 傅石泽问他刚才喊自己什么 他一愣 回到说傅石泽 傅石泽纠正了一遍 泽 傅石泽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一遍 云狸尴尬 因为他其实不分屏翘舌 明明他平时已经很注意口语了 但一紧张还是容易分不清 傅 傅石泽 我不是故意叫错你名字的 其实傅石泽并不是很在意 只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叫什么名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总不能说自己初中时期 就开始关注人家了吧 若说网上搜的 估计容易被荡成变态 不如就说听别人说的 于是他告诉傅石泽 说自己是听EAW的人说的 显然这里有很完美 傅石泽没觉得奇怪 转而问他这么晚了 来这边干什么 他老是回道 说自己只是想买个炒粉杆而已 不过现在还是算了 自己回去叫个外卖吧 傅石泽听后问他那个粉杆在哪 他便朝前指了指说转脚向的那边 傅石泽知道后便还不跟他说走了 他一正 反应了一会儿才开始跟上傅石泽的步伐 夜晚的小巷很近很近 近了云里只能听到两人的脚步声 以及自己的心跳声 他终于和暗恋多年的男神再次相遇 可却紧张到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晰 两人就这样干走着 云里在脑海中不停找着话题 虽然傅石泽刚刚救了他 可看样子那两个小混混却是傅石泽的朋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想着想着 傅石泽突然打断他的思绪 说了声早点回家 原来是到地方了 这么快的吗 可他觉得才过去了几秒而已 他迈不离开 可没走两步又回过了头来 心想自己若就这样离开 那这次可能就是自己与傅石泽见的最后一面 但他却希望自己与傅石泽 还有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于是他鼓起勇气走回了傅石泽跟前 问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傅石泽抬头看了眼他 他便赶紧找了个借口说 我无望 我只是刚才听你朋友说你感冒了 我知道一个牌子的感冒药还不错 想推荐给你 可却被傅石泽拒绝了 不用了谢谢 希望我朋友的行为不会影响到你 云里听后愣在原地 局促地一开眸子看向一边 那算了 希望你的感冒早点好 随后便匆匆离去 等买完炒粉刚回到出租屋后 云里羞愤地在沙发上打滚 气自己之前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算了丢脸归丢脸 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粉干还是要吃的 结果他刚打开塑料袋 手机就跳出一个备忘录提醒 原来今天是他为了感谢50万粉丝的关注 直播放福利的日子 由于他最近太忙 差点忘了这事 好在他事先设好了备忘录 于是他便决定干脆开个直播 顺便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好了 现在穿着OK 角度也OK 随即他开启直播 对镜头前的大家问好 有粉丝问他怎么突然换背景 还有粉丝问他今天怎么看起来有些自闭 他一一回答 说这是新家 等这段时间忙完可以录一个vlog 至于自闭 他摇摇头说没有 结果竟被粉丝们吐槽 他怎么还是分不清瓶翘舌呀 这话让他顿时想到傅施泽 因为傅施泽今天也调侃过他这一点 但在镜头前 他还是要努力保持微笑的 射恐少女第一次鼓起勇气跟人要联系方式 结果竟被人拒绝了 当晚 这人便被少女在无意中说成了是一条狗 好气哦 技巧本本上 原来 云立记把傅施泽的名字喊成傅施舍后 又在要联系方式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带着尴尬的心情 他回去继续进行直播工作 结果又被粉丝们调侃跟不清平翘舌 在直播间内疯狂给他发测试题 甚至还有绕口令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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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另一边 傅施泽正一脸郁闷地坐在车内 徐青松问他 现在是回北山丰林还是跟自己去个地儿 他摇摇头回到哪儿也不去 徐青松忍不住吐槽他 性格这么糟糕居然还能招姑娘喜欢 这几天自己收到好几条消息 都是要他微信的 随后徐青松抬手准备把导航关掉 却误出点开了一个直播间的消息提醒 先前徐青松为EW找宣传人选时 把十几个对标博主都关注了一点 此时误点开的这个 便是他当时关注的其中一个 他本想把直播间关掉 却发现这姑娘有些面数 阿则 这不是那天坐你隔壁的姑娘吗 傅施泽摩瞥了一眼 刚好卡在云狸思考的时候 口中不停重处着两个字 石泽 石泽 好像在喊副石泽的名字 几秒后才完成了整个句子 他看似一匹狼 石泽是一条狗 徐青松忍不住笑出声 哈哈哈哈 你被骂了 他说你是一条狗 可下一秒云狸便在直播间里解释 这句话没什么含义啊 我就是造个句 约莫半小时后 云狸才终于结束了直播 他反思着 先前自己怎么就脱口而出石泽的名字了 那句话 就像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 可那件事 人家确实也有拒绝的权利 不过一个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人 怎么可能看自己的直播呢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他摆烂了几天 很快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在家做了几个毛巾卷 这样下周视频的素材也算搞定了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他闺蜜邓初期打来的 说今天自己刚和室友从AW玩玩出来 想找他一起吃晚饭 而他听后顿时设恐症发作 想到要和好几个不熟的人一起吃饭 便打算拒绝 可却实在耐不住闺蜜的软模硬袍 最后还是答应了 而且在来的时候 他还带了些做好的毛巾卷 到地方后 他便给闺蜜发去消息 问他们在哪一桌 而闺蜜在接到他的消息后 没一会儿便下楼来接他了 其实根本没几步路 他奇怪闺蜜干嘛特地跑出来 闺蜜向他坦白 自己是下来事先给他提个醒的 因为知道如果在电话里就跟他说的话 他肯定会聚聚不过来的 我是友有两个亲戚 都聚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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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有这种好事 我怎么可能忘记你吗 这恐少女竟被闺蜜 从家里拉了出来看帅哥 本以为只是见几个陌生人而已 忍忍就过去了 没想到其中两个 竟是他的老熟人 一个是他刚来这个城市时 在机场碰见的热心少年傅政初 当时傅政初死气白赖的 要加他微信 结果被他误认为是推销跑路 另一个则是他曾经的男神傅施泽 一个话剧少的高冷帅哥 前段时间他主动问傅施泽 能不能加个微信 结果被对方拒绝了 云黎被闺蜜拉入座 挨个向大家介绍他 而他此刻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双脚抠出两时一听 傅政初见了他后 问他还记得自己吗 云黎尴尬地笑了笑 把自己刚到南无机场 遇见傅政初那天的事都说了出来 闺蜜听后感叹这也太巧了 傅政初则挠了挠头 说那天自己回去后 便给轻松哥发了条消息 问店里是不是找了人做宣传 有个人在机场等街机 都已经等好久了 后来他们就让我叫小舅去见人 云黎一愣 好奇地问傅政初的小舅是谁 傅政初伸手 指了指身旁的傅师泽 没想到这俩同龄人 实际上却是救生关系 傅政初问 你们俩应该已经见过面了吗 云黎又挣了挣 呆呆地点了点头 而且他不仅见过 要微信还被对方拒绝了吗 他的手在桌下轻抓了抓闺蜜的衣角 闺蜜接受到他的求救信号后 便开始主持局面 让大家先吃饭 当大家开动时 闺蜜问傅政初 我记得弟弟你也是男理工的学生啊 李李也考了男理工的研究生 算起来你俩还是校友呢 傅政初一听激动了起来 可嘴去被食物烫得说不清话 他撞了撞身旁的小舅 示意小舅给自己倒杯水 缓过来后便开口道 这也太巧了吧学姐 我后天返校 那学姐你是不是后天报到呀 咱学校好像是同一时间的 到时候一起呗 正好可以让小舅开车送我们 云黎听到这后遗症 一不小心呛到了 他急忙在桌上找水 突然一杯温水滴到了他跟前来 他眯眼一看 没想到 虚然又是傅施泽 这恐少女第一次鼓起勇气 跟男生要威信 结果竟被对方拒绝 当场射死 本以为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 没想到没过几天 他们又在一场朋友聚会上再次相遇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奇妙的缘分 而且对方还一直盯着他 眼神里看不出情绪 忽然邓初七捧着个手机笑出了声 夏丛生立刻投来好奇的目光 跟谁发消息呢 笑得这么开心 邓初七得意地说道 我前几天坐地铁遇到了个小哥哥 是我喜欢的菜 就跟他要了微信 他刚约我下周一起去看电影 夏丛生听后感叹了句真好啊 我就跟人要过一次联系方式 还遇到了个渣男 邓初七让他说来听听 他便缓缓说道 就大学那会儿 我弟跟他的一个同学被请了家长 那个渣男是那个小同学的哥哥 长得贼帅 我当时没忍住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突然附证出冷不伶仃地冒出来一遍 你是说丧志他哥吗 夏丛生点点头 对啊 那难得太离谱了 跟我说什么要一个月换一个女朋友 这个月刚好缺一个 我愿意的话就给我微信 云黎听得一愣一愣 听到长得帅和要联系方式 这两个关键词后 感觉就像在照镜子 听自己的故事一样 这时夏丛生白白手试回头 也光听我说了 你们呢 有没有跟人要过微信啊 附证出挠了挠头 眼神飘忽地看向云黎 我要过 但却给错好了 对对方以为是民宿拉克的 哈哈哈哈 这时大家又看向云黎 轮到他分享了 他僵硬地捋了驴耳边的发丝开口的 有要过 就前段时间 然后 他没给 夏丛生和邓出奇同时惊呼 在他们眼里 云黎此刻的样子 背负上了一层强颜欢笑的郁静 夏丛生扯了扯傅正初的衣袖 对云黎安慰道 说不定 那难得是头一回 见到这么好看的女孩子 跟他要威胁 一时想装个逼 回去之后就后悔得痛哭流体了 傅正初赶紧附和 就是就是 别可能是有女朋友了 随即转头 是一小舅舅傅士泽 身为长辈 你也赶紧说两句啊 云黎没想到事态会发展成这样 因为傅士泽便是他刚才话里的男主角 这跟公开处刑有什么区别 而傅正初看傅士泽半天没有反应 还以为他是不知道说什么 干脆傅尔过来给他提词 你就说 那人可能是个gay 傅士泽无语 云黎则尴尬地想死